各位观众朋友你好 我有一次在这个读经里面讲到了 教宗在我们十多年 就是神父的这个年 教会的整个的主题 一年全世界庆祝的时候 点点说 我们神父们 一样也是活在一个奥秘当中 信仰的奥秘当中 我们凭什么权利可以给别人设罪 在别人犯罪的时候 做错事情的时候 我有什么权利 他自己的选择 他要付罪恶的后果 可是神可以去设罪 我凭什么权利给他生命的食粮 圣体圣食 我凭什么能力 可以帮忙那些年轻的情侣 在婚姻当中 宣誓当中 终生有天主的保证 天主的爱 永恒地跟随他们 只要他们努力经营他们的生活 那在人生命当中 最大的痛苦跟死亡当中 那些不公平当中 信仰怎么样帮忙他们 我们是活在一个奥秘当中 信仰是超脱了 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天主在每一件事情上 天主的爱实实在在地存在 那今天我们这边看到的 这个长年期的26主日的星期三 还是延续这个约伯传 这里面有几段是约伯传 跟天主的辩论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这件事情发在我身上 我有一回 在慕林的经验中间 我知道一个神父 跟那个基督徒 在做这个叫做 灵修的谈话的时候 他每次在做灵修谈话的时候 他要求那位基督徒 先仆伯在地 你知道我们天主教 生神父的时候 天主教生执事的时候 重大的礼仪授予的时候 是要求我们仆伯在地 人在仆伯在地的时候 他会稍微体验一点点 天主的无限尊威了 天主多么伟大的天主 可是天主教的信仰 很美的是耶稣基督 那么深入人类的痛苦跟生命 自己被鞭打 打得那么痛苦的死亡 带来复活 这个是一个信仰 给大家开放 那今天读经一 还是在《约伯传》的继续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就是耶稣 你记得在前两天圣经里面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黑洛德说 他是不是古今的先知 是不是若翰的复活 怎么搞得有那么大的威力 天主来了 天主来了 带来天国了 那今天耶稣跟他门徒 走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都晓得 博多路那个中途之长 已经表达了耶稣是谁 耶稣的身份 可是耶稣预言 祂是必须经过苦难 在复活 然后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 那这一段旁边有人说 我要跟随你 人跟人之间互动就有影响 人跟神的相遇也有影响 中间有个人 你无论到哪里去 我都跟随你 耶稣叫他回到现实来 狐狸有血 野生的那些狐狸 还有他的血 天上的飞鸟有巢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有一个人 大概是看到耶稣太有名了 看到耶稣太有权威了 看到耶稣宣讲那么有力量了 说我要跟随他 可是他的态度是说 主啊 让我先去埋葬我的爸爸吧 那天国的奥秘是非常奇妙的 天主要我们专心权益的 爱天主在万有之上 以天主为第一重要的地位了 我也是提过了 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是先 自己读书 自己受教育 赚钱养自己 然后养别人的 养家庭 然后养完家庭以后 他突然想到了社会公益 很少人是真正的一开始 就那么理想性的说 我跟随一个理想 跟随一个典范 然后抛掉所有的一切 所以可以想象 杜金一的约伯传跟福音 让我们合在一起 对照我们自己的人生 有很多功课可以学了 那能不能到了一个地步 把我自己的生命 我唯一的看的走向耶稣基督 跟耶稣基督的苦难跟死亡 还有整个的道路跟着他走 以他为主 你看这边连 好像相反一边 世俗人情的讲法 连埋葬自己的父亲 都放在旁边 重点是说 我愿意跟随耶稣基督 我愿意进入天国 把过去的全部抛掉 这个是非常有力量 我能够把过去完全抛弃 永远往前看 眼睛淋湿到耶稣基督身上 当着我生命的主要的目标 跟优先的次序 这是信仰的另外一个境界了 我们彼此来勉励 互助 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 谢谢 好